《遙遠的地方有一條河,它的名字是叫黃河,它的名字是黃河》 長期來說,希望可以堅持在大陸住在那裡住在那裡住 如果香港死了,你會覺得不開心嗎? 不是不開心,好像在橋梁上的橋梁可以看很多東西 但未未到目的地 就是香港一個都可以鬥爭的地方 可以爭取一點 如果不成功,就是失敗成功千萬 我們知道在十字架之後,死亡之後,坐牢之後,什麼困難之後都會有風力 是很正常的,是很好的,是很不太好 你說四十幾年,你真的坐下,吃飯,喝茶,超過一小時,兩個小時 反而正坐在一起坐,就是完全和社會運動和抗爭沒有關係 因為她很辛苦,她經常去幫人 她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到她自己 每個人都說,很希望吃飯給她吃,或者幫她洗衣服 雖然我知道沒什麼關係,不過很好聽